今天我要试驾的是我开过游史以来最猛 也是最贵的一台车 而且讲到西装暴徒 我觉得它才是真正的西装暴徒 Estan Martin的DBS Superleggera 取编写 сол研论 装在产生还有 武林苑 维持 feat. 枪命 Canvas 维持造完 新中国电瓶 一定是列为版本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Eston Martin的旗舰跑车 那Super Leggera 其实是意大利文的意思 也就是Super Light 超级轻的意思 为什么会用意大利文呢? 其实后面是有个非官方的小故事 那就是Eston Martin看到Ferrari 为旗下的Super GT取名812 Super Fast 英文 Super Fast 超级快 那他们就想 这样不如我们就用意大利文咯? 所以就有了这个Super Leggera 会玩 不过这个Super Leggera 也是向帮助Eston Martin 在六七十年代开发轻量化GT的 Carozaria Touring Super Leggera 致敬了 那我们先来讲外形的部分 其实这一台车它是基于DB 11 打造而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形和DB 11 是有那个影子在啦 但是在一些地方是它是有进行不同的区化处理 首先我要讲的是这个Super Leggera 它是轻量化 所以它在这个车身车体上 它是有进行许多轻量化的动作 包括这个 Engine Hood 车顶 车尾的尾箱盖 那些都是以Carbon Fiber 打造而成 也让这一台车比这个DB 11 轻了72公斤 而在水箱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旗舰跑车 它不再采用那个经典的Eston Martin的水箱护造设计 而是采用了这个蜂巢式的隔山设计 旁边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气口 这一些设计其实主要都是为了给这辆车 提供更好的这个下压力 还有这个散热的表现 因为这台车它在这个动力输出上 它是比这个DB 11 V12 高出了许多 所以才需要这一些设计 而这个全存部分呢 它也采用了一个高量的碳纤维四板 那这个四板它其实是有经过熏黑化的处理 看起来很有质感 然后上方的这个两个散热孔设计呢 这一台试驾车它是选装的这个高量 也是熏黑化的Carmel Fibre四板 很漂亮哦 然后这个Super Leggera是精致 那来到这个车车部分 这个一纸版的这个鲨鱼处 在这一台旗舰跑车身上 它也是采用了不一样的一个设计 它的这个洞比较大 也是主要是提供更好的这个空气力水 还有散热性能 然后车顶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完全是Carmel Fibre大碗 这个我看了六口水 这个呢是另外选装的 这个同样也是熏黑化的Carmel Fibre四板 我个人很喜欢这一台跑车 它的这个侧裙部分 因为我觉得很有线条感 看起来就很Man的感觉 DBS Super Leggera采用的是一个 21寸的锻造轮圈 那这一台试驾车呢 就选择了一个蛮特别的MATGO 雅金色的一个设计 在轮胎部分呢 这一台车它使用的是Pirelli 专门为它打造的一个性能轮胎 尺寸方面是前265 35后305 30 305 超级宽的 而且不止如此 它的这个刹车系统也是相当的门 首先这个刹车方就采用了Ceramic Disc 永远不会过热 前方是410mm 后方是360mm 还有的是 这个前大6 后大4的刹车卡钱 这一台试驾车它也选择了一个 这个金色的刹车卡钱 这个雅金色呢 是要另外加钱选配的 来到车尾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变化就比较多了 首先它没有了 Esta Martin经典的Logo 然后这个尾灯呢 也是整个横贯整个车尾的一个设计 而且是一个熏黑式的白尾灯 非常的漂亮很精致的感觉 然后这个Spoiler呢 也变成了一个FIX的 也就是固定式的尾翼 因为这台车它的这个动力高出了许多 所以原厂就直接把它射成这个FIX了 所以它无时无刻都能够提供这个出色的下压力 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的这个扰流器设计啦 我觉得整个就是很凶的感觉 而且它这一边呢 全部都是同样也是这个高亮的熏黑 炭射尾四版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车门的设计 经典的Esta Martin Sando 也就是欧义门 向上15度开启 我觉得除了它能够防止这个车门底被刮蹭以外呢 这个开开车门的方式太优雅了 和大家讲一讲这台车的这个空气动力学 首先大量的风呢 那冷风从这边被吸入 然后会穿出这里 同时也会有风被吸入这个tunnel 那这个funnel蛮特别的喔 因为它出来的地方 是在这里 那这样呢 就能制造高达180公斤的下压力 就连打开引擎盖的方式 都是绅士的感觉 那打开引擎盖 我们就可以看到精髓所在了 这个DBS Superleggera 它所搭载的是和DB11 V12 同款的5.2 V12 双涡轮这样的引擎 那这架引擎在这台车身上 它可以产生715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能力高达900Nm 900Nm是什么概念呢 已经接近LaFerrari 还有Maclaren的P1了 那其实这个Esta Martin 它只是透过Remap 也就是它的软件调校 就让这一具引擎压榨出更多的输出功率了 也就是说这具引擎其实它的潜力是很高的 至于搭配的变速箱 同样是来自ZF的八速自拍 但是呢为了要确保这个 如此疯狂的扭力呢 会炸爆这个牙箱 所以呢原厂是把这一具变速箱的 1号档和2号档限制住了 它的这个输出是有被limit的 那我们都知道Esta Martin 一向来都很讲究这个配重比的 所以为了维持完美的 这个51比49的前后配重比例呢 所以这一台车 它的这个变速箱是被安置在后轴的 电动西门的配置就连这个都很优雅 DBR SuperLangera它的后轮轮距 其实也比DB11宽出了少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后轮拱设计 是更加的壮硕更加的man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双边双处的排气围观呢 排气声浪也比DB11高出了11跟DB 来给大家听听看B12的悦耳声浪 来到内装部分呢 基本上这个SuperLangera 它就是和其他的Esta Martin是一样的啦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内装设计很boring 但我个人是觉得它闷烧到很有味道啊 整个就是满满的英文风 还有那个皮革的香味 而且这些全部是手工打造 一针一线缝上去的精致 就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内装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哦 那这个Super GT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采用了这个 专属的铜椅设计啦 这个铜椅采用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牛皮 质地很柔软 在支撑性还有乘坐性方面呢 谁讲跑车的椅子很难做的 这一张铜椅呢 就特别非常的好做 而且Esta Martin 还特别为这一张铜椅呢 申请了专利 和它的这个车顶一样 两个都是有Trademark的 还有一个Trademark 就是这一台Super GT 它的这个电动调整座椅的按键 也是在这边的 所以你同样可以很方便的为你的帮你让 让它躺下 在重空台部分呢 这台车基本上它是和DB11 长得相同的 那虽然它有这个Hot Touch 的 Aircon Panel 设计 可是我个人蛮不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它手感不太有 还有就是这个和Mercedes 上一代车款一样的 Cormand 多媒体资讯娱乐系统呢 它的8寸的显示屏 界面设计看了有点过失 不过幸好的是这个系统还有搭配 Bank & Overson 的高级音响系统 而这个试驾车它就选配了 会上升的这个高音单体Twitter 看了就是赏心悦目 那我个人很喜欢这个飞着远方向盘的这一边 它用了这个Alcantara 的设计了 就手感很好 还有就是它这个超大片的 F1 四样战斗格十足的 Paddle Shift 而且是真的金属哦 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方向盘是电动调整的 哦 我忘了说 这个植物格也是电动打开的 看了我都想做交响乐 话不多说 现在就进入试驾环节 0-100 号车3.4 秒 是不是这样快 我现在就试试看 321 GO 哇 那个扭力 哇 还有那个回握声 哇 哇 这个车真的很快 而且重点是在跑这样高速之下 它还是异常的稳定 这个比我那里开的那个DB11 还要再爽 而且它的这个电速箱在 Sport Club 是这样的 异常的Epressive 啊 这个就是 非常的蠢蠢欲动 Oh my god 哇 我可以完全很明显感受到它的这个后面 它的轮距加宽了之后 它的这个抓地力真的是非常的稳 哦 然后这个推挡 Oh my god 哇 太热血了 不过老实讲 它的Sport Plus 对我来说有点太过Hardcore了啦 所以我尝试切换是这个Sport模式看一下 那我觉得这台车它的这个 呃 方向盘它的这个 这两个Button 设计到很就熟啦 就是你这边可以调这个 悬吊的硬度 然后这边呢是可以调这个驾驶模式 挺方便的 我觉得这台车 普通这样子开哦 也是很舒服的 它真的是有符合它 符合到它的这个具体跑车的这个定位 而且整个感觉就是很很Refined NVA就很好 有一种奢华的感觉啊 这个是你开那种普通的那种Sport Coupe 不会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加上它这个铜银真的是 支撑性很好而且又很舒服 终于明白Super GT的这个存在的意义了 那在这个最舒服的所谓的Comfort Motor 就是它的GT Mode之下呢 其实这辆车看起来真的是很斯文很绅士的感觉 我觉得Daily Drive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一切开起来都是那么的德行英修 很旧手很顺手的感觉 我觉得这会是一辆我想要开长途的跑车 高速巡航的话呢 真的是太舒服了 就能过这种 它的这个玻璃碎这方面完全是 但是我再切换这个Sport Mode就好啦 哦 瞬间它就变成另外一辆车了 哇 整个超级GT的感觉 过这个弯 哇 它的这个抓地力这个Traction超级的好 后轮超级稳 然后再踩油 整个线条是一气合成的感觉的 哇 这感觉真的太好了 哇 千万不要以为Aston Martin的跑车 就只是有那个气质 我觉得这个新时代的Aston Martin跑车呢 不只有气质 它还有低质 Oh my god 哇 果然是7件跑车 而且这个900Nm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觉得这辆车就算开它去三道 它应该都很好玩 因为整个那个车体很灵活的感觉 OK 我现在把它切换成这个最硬派的 Sport Plus 模式 然后包括选吊方面 我也试试看去最硬的这个 试试看它的感觉好了 它有点lag So yeah 再按对视 OK 一换成这个 Sport Plus 那个 排气声浪 Oh my god 可是它的这个 顿挫感也更加的强烈啊 Oh Holy 哇 我觉得它连这个 Sport Plus 跟 Sport 的模式呢 它的这个性格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 Sport Plus 真的是非常的狂野 哇 我只要稍微踩点油门它就 疯狂退胆 然后它的这个刹车真的是一流 我能够很有信心的 稳住这一辆车子 哇 哇 它的这个懸吊系统呢 三个主要不同的设定也是有非常 蛮大的一个落差的感觉啦 就是当我在这个 Sport Plus 模式之下呢 我可以很明显的说车体会比较弹跳明显一点 但是还能接受 然后在 Sport 之下呢 它的车体就比较没有那么紧 比较适合一个日常驾驶 那在这个最舒服的GT Mode 之下呢 最软的这个悬吊设定呢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舒服 就是你过这些坑坑洞洞然后过黄线呢 它都是完美的过滤 我真的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了 我可以这么说啦 这辆车真的是动静皆宜 就是你要日常开它也没问题 但是你要快 你要甚至你要下赛道 我觉得这辆车它都能硬 我觉得相比起 Supercar 它整个开起来 它并没有 Supercar 的那种很紧凑 很硬邦邦的那种感觉 虽然说在操控上也因此而没有那么的一体 那么的直接那么的灵敏 可是我觉得这台车呢 它开起来还是有那种 Supercar 的那种性能 但同时它又有可以给到你那种豪华 豪华房车的那种舒适感 我反而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就是你看起来也不会腰疼 然后但同时你要动力的时候 一直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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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然后重点是同时还很舒服 比较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但是它的这个动态完全没有那种笨重感啊 因为这辆车其实很搭胎 然后也很重一下 但是它的这个身形 对比它的这个动态表现 我觉得它的这个车身可以用灵活来形容的 灵敏啊 包括过这个啊 我这个还要只是在Sport mode之下 哇 我觉得它的这个粘合式的这个 Aluminium 底盘呢 哇 这个隧道满满的 Oh my god 哇 哇真的很热血 那感觉那个回火声 哇 Oh my god 我再推一个档 哇 哇 哇在隧道真的是会让你热血沸腾 它的这个V12的那个排气声呢 真的是太 性感 Oh my god 后面一直在这样的传来 V12真的不应该被淘汰 Extra Martin DBS Superleggera 在我国的售价是145万令吉 那这个是税前的价格啦 After Tax过后大约是在一个290万令吉左右 它的同级对手有谁呢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Ferrari 812 Superfast 还有同样也是采用中置引擎 然后同样奢华的这个Benefit Continental GT 也算是它的对手 那入手这辆车 你买到的是一辆 跑得做得又有优雅形象的Supercar 可能你会觉得它不够Ferrari 还是Lamborghini张扬 但是对于真正的有钱人来说 有时候低调才是他们圈子里的一种show off 同时还能彰显品味 而且你又能开着它舒服的 带着你的另外一半出门 而且还在拥有精致的内装 长得绅士 但又同时具有侵略性的这个外表的同时 它还拥有非常猛爆的这个性能 我觉得它真的是完全符合了 西装暴徒这个形容词 好啦 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DBS Superleggera 如何呢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不要害臊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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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